哈喽,大家好,我是秋天楓也 那么今天我们要来玩海龟汤第七章 也就是目前为止出道的最后一章了啦 令人气愤的汤面,一样是一个眉头眉尾的问题 没关系,让我们直接开始游戏吧 一名男子进了餐厅后,点了一碗汤面 男子吃了一口后,过了不久又吃了第二口 接着男子非常的生气,请问过程中发生了什么事? 诶,是第一口跟第二口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好哦,来看看有什么可以点 男子可以点,餐厅可以点,汤面可以点 一口吃了一口,第二口,所以就这几个可以点 所以我们先点男子,男子的职业我觉得不重要 男子有疾病吗?应该不重要 男子的目的是为了包袱早茶演戏 我觉得不会吧,因为你为了包袱早茶演戏的话 吃第一口就发难啦,谁会吃第二口啊 所以应该也不是,餐厅,他是第一次去餐厅吗? 我觉得是不是第一次可能有关系哦?应该有吧 男子是第一次来到这家餐厅吗? 是,第一次 那样的话,应该不会是因为味道有什么不同 或是没有提供一些服务而生气吧 男子带了什么东西吗? 男子带了钱吗? 应该是有带吧? 没到底有吃一口,然后过后要吃第二口的时候 我发现没带钱哦,来发难,有可能哦 对啊,来问问看吧,有没有带钱 有,毕竟吃饭还是要付钱的 那他是专门是去吃饭的好不好 所以这个生气应该就不是为了要吃霸王餐的意思咯 好,有没有带他的朋友 有带他朋友一起来吗? 不是,那家人估计也没有吧 有没有带,危险物品不会啦 家人,有带他家人吗?没有 所以他是自己来吃饭的 所以也不可能是同伴激怒的他 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男子过去,男子的过去重要吗? 应该不重要 因为不会再出现像地灵长海鬼堂了啦 所以接下来是餐厅 餐厅,内部,桌面,装潢,服务生 是服务生吗? 餐厅的服务生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可能是服务生吗?看到某个人 不是 餐具,服务生,其他客人 可是看了其他客人 餐厅也没有其他客人吗? 肯定有啊 没有,这个不问了 桌面,装潢,气氛 桌面,装潢 应该都没什么关系吧 餐厅的过去 有人自杀吗? 有换过老板,有结束营业的灵异,现在恐怖是哪 有消费纠纷吗? 有消费纠纷吗? 现在餐厅之前有跟其他客人产生消费纠纷吗? 也没有 所以应该不是消费纠纷 自杀更不可能,结束灵异恐怖 没有,不可能啦 好,规模 规模大小 有关系吗? 应该也没有 你不可能因为规模大你吃了一口神奇 餐厅的服务生服务态度呢? 说不定不好呢? 餐厅服务生服务态度良好吗? 是 既然服务生态度良好 应该也不会是服务生的问题吧? 不过一般情况下 好像服务生有问题的话 也不会在第二口的时候才提出来 对不对? 除非第二口的时候服务生出来问你 案例吗? 那这个锅呢? 这锅呢? 没有 你必须赢得到 餐厅的服务生 上菜速度应该没什么关系 穿着打扮 态度良好 估计行为举止 贪图这些应该都是好的吧 没道理啊 好,餐厅应该是幌子 汤面才是重点 我觉得 汤面的味道 偏咸 偏甜 偏酸 可是应该不会有问题 我觉得是 咸吧 汤面味道偏咸 是 但是男子觉得没什么咸味 哦 男子是重口味哦 汤面 的温度 汤面肯定是热的啊 喝到冷的第一口就会发难啦 汤面的价格 应该也没什么关系 我觉得 因为他也不是吃了一口就付钱啊 除非第一口就有人叫他付钱 可是那就是服务生的问题啦 没关系 一口 吃了一口过后呢 食用前 汤面 男主吃第一口前 汤面有什么异状吗 是 但是男子没有发现 咦 汤面有异状 汤面什么情况下会有异状 冷掉了 不对啊 冷掉了第一口就会发难了 怎么会没有发现有异状 第一口前 食用前 男子 有什么动作吗 吃第一口前男子有任何动作吗 没有 应该也没有异状 食用中 汤面 在吃第一口的时候 汤面有什么异状吗 有 因为他一开始就有异状啦 食用中 男子 有什么异状吗 吃第一口的时候 男子有什么异状吗 有 他觉得汤的味道不够重 吃了一口过后呢 汤面 应该还是有异状 男子 有什么动作吗 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吧 吃了第一口过后 男子有什么动作吗 是 他做了一个动作 某个动作 直接说嘛 然后过后又吃了第二口 第二口食用前 汤面有什么异状吗 有 没有哦 是不是换了一碗 第二口食用前 男子有什么动作吗 也没有 更就没有什么异状啦 食用中 汤面 有什么异状吗 第二口的时候 也没有 食用中男子 有什么 动作吗 没有 食用中男子有什么异状吗 有 他发现味道不对劲 不淡了吗 第一口吃下去跟第二口吃下去 有点不同的味道 可是这样应该是很好吃啊 为什么会生气 食用后 男子 异状肯定是生气的嘛 对不对 没有 男子没有异状 第二口食用后 汤面有什么异状吗 应该也是没有的 诶等等 说不定吃了第二口过后 看到了苍蝇 不是吗 不是 那看一下某个动作 汤面 祷告 应该 没关系吧 加入 加入了什么吗 刚才说不够咸吗 他应该是加了盐吧 对 而且是大量 哦 他吃了很多盐啊 服务生 上错菜 调味料 男子是请服务生把调味料拿过来吗 不是 加点 介绍 上错菜 介绍 介绍菜 应该不是要吃第二口 汤面 加入了吗 应该会搅拌啊 倒掉有一半不可能啊 笔记照相 我觉得照相不可能 搅拌吧 男主搅拌了没有 是 然后他发现了另外一个东西 又有东西 内容物 好 看看内容物哦 是异物吧 我觉得因为他说第一次他吃的时候有异状嘛 异物的本体是沉淀物 漂浮物 快状 应该是沉淀 可是漂浮不可能 快状物体 这些都不是异物啊 小动物吧 不会是 是一只苍蝇 第一口的时候有苍蝇 所以吃下去过才发现有苍蝇 可是他不是直接生气啊 他吃第二口才生气哦 湯 你的颜色分量应该不是啦 应该就支持这个异物 呃 看到异物过后男子 觉得不愿吗 是 但是男子没有因此非自己 哦 他没有生气耶 真好哦 男子 看到了苍蝇 竟然没有生气 男子做了些什么呢 这异物让男子做了某件事吗 是 做了某一件事 哦 我干嘛掉胃口呢 异物 正常 这个异物的出现很正常 呃 出现苍蝇很正常啊 不不不不不不 是这样产生的吗 应该是 可是我觉得 不可能 好 不管 五月突出鞋带 异物是男子之影鞋带吗 不可能啊 苍蝇面 突出 咦 你口中突出苍蝇了吗 开心更不可能啊 动作该说了嘛 所以我们就看 第三个关键字 某一件事哦 你看到苍蝇你会做什么 要买跳出来 继续吃要嘛 叫服务生换嘛 对不对 已经你是 顾客嘛 对不对 所以服务生 换餐具 加点买单 餐巾子 买单 不会吧 男主向服务生换餐具 可是这也不对啊 汤面吗 加汤加面 更换一碗 对 更换一碗吧 男主是要更换一碗吗 对 接着他来吃上第二碗 所以第一碗跟第二碗是不同的面 好哦 所以他吃了第二碗 第二碗有什么好生气的 第二碗没有异状啊 离开 直接离开应该没有 汤面 追加一碗更换一碗 服务生 执行后 呃分量吗 多很多少很少 差不多 我觉得是差不多吧 可是跟分量没什么关系 重点是那个苍蝇嘛 味道 淡很多 重很多 差不多吧应该是 执行后汤面的味道和执行前 诶等等等等等等 是 不对啊 他说是执行前后 也就是说 咦好恶心哦 真的真的假的啊 我猜好不好 男主吃了面 然后发现有苍蝇 换了一碗 来了过后 是同样一碗 就是餐厅只把餐挑出来 就给他吃了 因为男子加了很多盐啊 那他吃第二口的时候 发现很咸 就知道有问题了 因为他很执行前后嘛 所以前后是一样味道 没错啊 真的假的好恶心哦 这餐厅要被告了啦 来我们试试看 我们推理看看 好的 准备好了 嗯 呃 男子吃了过后 第一口的发现很实状啊 一屋他不是吃一口就发现了嘛 他 他只觉得味道太淡 那男子非常生气的关键是因为 旁边的味道 像一口 非常生气嘛 男主曾经在旁边做了什么动作 加入东西 男主 看见他感到压抑的巫师哥做了什么事 呃 叫服务神啊 整晚吃掉欸 跟他extra protein 中途让人主 五月的原因是什么 呃 中途哦 所以他是中途 所以应该是长途 然后 长途 中途 将五件事情的秩序排列 第一个事情是旁边的味道太大了 第二件事情是 他加入的东西 然后 然后 他发现了肠 然后 他就叫服务神 最后发现肠面的味道一样 确定答案正确蛮适的 正确答案 好美味哦 一名男子进餐厅点了一碗汤面 吃了一口过后觉得味道太淡 试吃重口味的他 便加入了大量盐巴来提味 加完盐巴进行搅拌的时候 赫然发现汤面里有一只死掉的小苍蝇 男子虽然感到不悦 但还是理性的请服务神查看 并要求更换一碗汤面 哦这男子好好哦 服务神将新的汤面端上来后 男子马上吃了一口 而他立刻发觉这碗汤面非常的咸 明显是刚才自己加入了大量盐巴的那碗 因此推断 厨师只是把碗中发现的死苍蝇烙出来而已 完全没有更换一碗之精的汤面 因此男子对此非常生气 应该啦告了啦 真恶心哦 男子算是好的了好吗 就只是要求你做一碗 没有什么做动作洗手要告你啊 什么的 你还这样对待他实在是有点过分 好啦来我们来看看成绩 这次应该还不错 好的花了13分钟 过了28次推理一次 耶这个成绩蛮不错的吧 我觉得算不错的 比上一次 我上一次真的是好操哦 好啦这个应该是海龟汤游戏的最后一张了啦 除非我还要找到其他海龟汤游戏 那就还会继续玩下去 目前应该只是更新到第七张 会不会更新下去就不知道啦 那我是希望这个系列去更新下去啦 虽然前期都让我觉得 诶这是什么游戏啊 怎么都猜的到 但是后期还算是蛮令我惊艳的 我觉得后期的品质很不错 好啦今天的实况就到这里 告一段了啦 我是秋天凤也 如果喜欢的影片 也可以在下方按个喜欢 想继续看可以按订阅哦 那就这样啦 大家拜拜